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这条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少了出片的 主要原因就是相当忙碌 忙要开始搬屋了 其实在这里大大话话住了 也有八个月的, 这么长的时间 认识到一些朋友 在这一段时间也有说过一句话 令我一直在不断思考 我来住在这个地方叫香碑 是一个比较细小, 但很平静的一个扶仔 那些朋友就说, 喂, 香碑那么好 为什么要搬走呢 对于如果你是接近或者退休的人士来说 是相当之不错的环境 因为是一个很和平的小镇 里面的人我觉得很friendly 还有, 环境是舒适的 如果你是休息, 退休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奈何如果你是需要工作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 尤其是我们住的地方是相对地偏远的 那变成, 就算你说大小朋友接送上放学 又或者想去附近超市买点东西 其实都是艰难的 如果你不开车的话是很难的 那你说可不可以指引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呢? 也不容易的 巴士站都是不多的 那所以呢, 我自己坦白说 我觉得在这里生活是相当困难的 迫于无奈 而且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在伦敦区呢 就比较远了 所以我们最后都决定了 虽然朋友说了, 向美那么好 为什么要搬走呢? 那也没办法了 要生活, 要生存 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 如果你们真的不需要太多工作 那些东西的话 真是纯粹是休息, 休养生息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值得考虑 近代我女儿的学校就有一个 叫Festival的小仪式 就请了一班人来 跳舞, 甚至乎玩一下 审下颜色粉 就说的是一个叫Festival of Colour Festival of Spring 即是我们正在庆祝颜色 颜色是多姿多彩, 纷纷灿烂 也在庆祝春天的来临 那天我们也有参与学校的一个小小的活动 因为这个Festival除了叫做庆祝颜色之外 还要庆祝春天来临 即是冬天已经完结了 end of winter 我们就有一个叫arrival of spring 但那天其实天气也是一般的 又在阴阴天下雨 那些小朋友穿着短袖的衣服 很冷地走出去操场玩 但一旦玩起来就很兴奋 很开心 虽然一直下雨 一直都有些冷的感觉 但当这个仪式不知是真是假的 一玩完之后 天天跳舞 灑掉了颜色粉 我们回家的途中 阳光就出来了 好像真是说仪式完了之后 就真是送走了冬天 然后春天来了这样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真是很神奇 刚刚经历了这八个月之中 落地是夏天 然后经过了我最不喜欢 最讨厌的冬天之后 迎接春天来临的时候 我觉得这段小小的光阴 给了我的感觉就是 英国人他们要经历这段时间 都好像有一个仪式 我觉得他们 首先在冬天来之前 他们很早已经有一个 很纷纷智日的气氛 去笼罩着 去催眠着他们 让他们可以快点过去 那个就是圣诞节 那个气氛 是早到十月已经有圣诞的气氛 如果我现在回想的话 十月已经充斥着 圣诞的浓厚智日气氛 周围地方已经有些装饰 甚至乎可以买很多东西 大家开始筹划着买什么礼物 当日去交换礼物 因为英国人很重视圣诞的 由十月开始一直到十二月尾 这两个三个月时间 大家因为有圣诞节日 大家都好像可以很快 蒙着眼睹过了冬天 去到十二月尾一月的时候 这个有趣了 圣诞过了之后 一个星期就到了新年 那个星期我见到周围的朋友都说 是一个try light zone 这个很流利的状态 圣诞玩得很开心 很有放假的感觉 一个星期后 到新年又是开心 又是庆祝的时间 这个星期大家就不是很有兴趣 去上班 去看公事 但有些人要照上班 没有拿假的 这段时间就很浮游 很抽离 那叫try light zone的感觉 又过了一个星期 一月怎样呢 一月新年过后 他们叫它做dry january 很dry的感觉 我的解读就是很干 为什么干呢 因为你玩完了 玩到真是根皮利蚀了 二月份就是他们预为 一年里面最短的月份 很快又过去的 结果三月来到 就是春天来临了 大家都听到这么说 我自己觉得 就是冬天对本人来说 虽然都难熬 但是他也有他们的方法 去度过了 结果春天就来了 天理好的时候 阳光灿烂的时候 听到那些小鸟叫 其实都心花怒放 我们就开始筹划 主要搬来这个 很多朋友都说 好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好的 因为我知道在这段时间 除了带女女上学的时候 见到一些老师 他们都会看起 很多原来都是伦敦搬进来的 因为其实很多是在伦敦 或者是在城市 在市场上长大 住了很多年 生活了 工作了很多年之后 他们决定有一个新的转变 搬来一个城市 去到一些佛仔 包括来湘碑 一住 住了十多二十年 在这工作 他们觉得是很捨异 完全是不同的生活 简单朴素很多 人们很友善 还有接近了海旁 有时夏天 在水面上玩一些嘉年画 逛下吃吃东西 很棒的 感觉真的 值得回味 我刚下地的时候 八个月前 都是享受了一片夏天 一个仲夏的时间 便说了很多人说 原来是由伦敦搬到这里 现在相反了 我们就决定了 由这里搬到城市 除了近我上班之外 也方便到 太太去接送 小朋友上学 就不会像现在这儿 这么困难 对于我们来说 这里的生活 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这就是我们 小小的经验分享 好了 即将离开 你觉得感受如何呢 老实说 大大话话 在这里住了 都八个月时间 我一直觉得 其实我们人类 最大的缺点就是什么 就是 很容易感情共事 对所有事情都好 无论是一个人 一些朋友 甚至是宠物 或是一个环境 你都会很容易产生感情 有时我看看 这儿附近四周 无论住的地方 无论环境 甚至乎我女儿的学校 我记得当初 很彷徨的 刚刚来的时候 很短时间 几日内 其实是一日内 我们已经去了 三、四间学校 看坏了 亦都很担心 当时 就是究竟 我们找到学校 让女儿去读 这么短的时间 结果 我觉得是很幸运 很感恩 第一间学校 我们就是这一间 看完之后 到最后 看了几间 我们都回到这一间 因为我们三个人 都很喜欢这间学校的感觉 到现在 感觉仍然很好 我还可以记得 那一天 第一天 去这间学校 见到老师 除了欢迎我们 来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外 亦都很欢迎我们 去这间学校就读 所以这个感觉 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所以见到周围的环境 其实不捨得 当然是会有的 无论对人 或一对环境 我回想起一个电影 好几年前 叫做The Room The Room 电影说的就是 一对母女 困在环境里 很多年 这是一个地牢 一个小天窗 一直都离开不了 结果有一天 他们终于逃离 这个小小的房子的时候 他们都有小小的不舍 看着这间The Room 在他们成长的地方 小朋友是在那里出生的 妈妈就是被困了这么多年 生了个小朋友 一起住了很多年 然后走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有少少的感觉 你想想 一个困着你 困在这么多年的地方 也有少少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在那里 始终畢竟生活了一段时间 还有 也有很多 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 在那里发生 甚至到戏说的 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 Room 一个空间 一对母女在那里生活 每天就只是 有一个坏人 捉他的坏人 送食物给他吃 这样去生存 对这个环境 是多多少少的不舍 我相信在子棒的将来 去到新的环境 都会产生不少的感情 感觉 这就是我们人类 最大的缺点 大亦是最可爱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 我们会 很容易培养到一些感情 坦白说 在人生下半场 我猜不到 我和我们一家人 都要做一些 叫过一些游牧民族的生活 就要很短时间 又搬去另一个地方 展开新的发展 小朋友也要去新的学校 可能再重新适应 对于我来说 好一点 因为近我上班的地方 我就不是适应的新工作 但无论对太太 对小朋友 都是新的环境 令我想起 又是很多年前 我很喜欢看 现在很红 就是我偶像王子华 当初很早期 有一部洞督小作品 叫《跟着去哪里》 去年 电视上出现了一个广告 有一班小孩子 放一部火车 他们走着一部 很开心地 不断向前走 忽然之间很多人问了很多很奇怪的问题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从来没有人会问究竟这辆火车是去哪里的 我很小过已经明白 无论你是在玩什么 有机会玩好了 没用的 因为很快就玩完了 最重要是玩完之后跟着去哪里 那时候在讲的是香港人的心声 我们面对一个大转变的时候 究竟下一步 下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哪里 无人知 游牧民族的生活 今天想不到这部电影 这部作品我想30年前都有 到30年后 今天仍然是 你说的好作品就是这样 仍然是可以跟我们很有共鸣 很有echo的 我们现在在这一刻都在想 究竟跟着去哪里 我们不知道 虽然这一刻我就知道 接下来搬去哪里 但是之后怎样呢 不要紧了 人生下半场可能就是这样的玩法 今天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可以留言 给大家一些意见 大家一起沟通和谈谈 如果喜欢的朋友 希望我们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按下中键 今天日后 希望之后搬去之后 稳定一点 多一点时间 出多一点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日生活 我自己也记录下 究竟我们到这里 会如何 现在八个月 暂时都可以